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在FFS怎么样把向量档案叫进来 各位我们待会呢你就清空好不好 刚刚你打开我们的这个专案档 请你就忘了他吧 来这边开一个新的专案档 有没有 New Project 好我开完之后呢我们就不用存了 直接看就好了 好现在呢我要把以达崔的档案把他叫进来 各位以达崔的档案叫进来跟我们之前用Photoshop档案有一点不一样喔 哪里不一样来我给各位看一下 好首先你看到我这里 我们在这边 有一个素材的资料夹点进去有没有 有AI的档案不管你用哪一个没有关系 当你按着他丢进来 好 来各位 请你回想一下 以前我们用Photoshop的时候 PSD 叫进来是两个选项还是三个选项 你有印象吗 是两个还是三个 早就忘记了对不对 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是 我会要记得呢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我找一下 好在这 来给你看一下 当我们用 AI的时候 有没有 现在是只有两个选项 可是你用Photoshop的时候 他是三个选项喔 有没有注意到不一样 那其实呢 事实上是 一样的 只是差在哪里 以拉锤的这一块 他把人家 另外一个选项 藏在哪里 藏在进去之后的下面 可是Photoshop他是直接开中名义就列出来 开中名义就列出来在这边 所以这个是他不一样的地方 那你说真的吗 来我们看一下 你看 我从这里 选到Footage 这没有问题 Footage就是把所有图层都合并在一起 所以平常我们不会特别选他 除非说你进来是很单纯的 我们要做动画 就当做背景 那你看我选这里 有没有发现这里 有两个选项 那这两个选项 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右手边的这两个选项 你可以发现这里 也有一个叫做LayerSize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LayerSize 有没有 这里刚好从这边对过来 这个DocumentSize 就是所谓的Composition 一个Composition RetainLayerSize 就是这个 那两个差别在哪里 如果 你在Elatrator里面 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这边 我的Elatrator Photoshop也是 是一样 好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 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飞机就这么大一只而已 对不对 帆船就这么大一只 所以 如果你今天 我要把它叫Photoshop也好 或以老Twitter 我希望呢 我的这个 图层 进到AE之后 它跟我在AI这边一样大 你就选择 RetainLayerSize 或者是叫做LayerSize 或者是叫做LayerSize 这样有没有了解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常用到的 那相反的 如果你选择的是Composition 就是DocumentSize 或者是这边的Composition 那它就会造成一个情形 那它就会造成一个情形 我今天虽然 我的帆船 只有这么大一只 可是呢 你进到AE里面之后 它的 内容还是这样 没错 可是你选到它的时候 它是 在最外面的这边 就会有 那个选取的那个方框 也就是 它的图片 本来只有这么大 它会撑到跟你的 文件 一样的大 虽然这里是空的 可是它也会留下来 这样有没有了解 所以这两个选项 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再看一次 好不好 就是你选Composition之后 你就选LayerSize 就等同我们PSD 选ReturnLayerSize 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了 所以呢 我们最常用的 就是这个选项 Composition 然后LayerSize OK 好 那么你会发现 我汇进去的时候 我们刚是打开慢 现在汇进去的时候 一样会慢 为什么 他在帮你做一件事情 把向量转换成点证 你有没有感觉 我能不能在这边等 对不对 来那我把这里打开 你看我打开之后 有没有跟我们之前 Photoshop会进来一样 已经有一个Composition 对不对 帮你做好了 第二个 有一个相同名称的资料夹 你所有的图层 有没有都在这里 都在这边 所以我们要不要再开一个新的 不用这个档案 Composition 点两下打开就好 这样子 你原本在 Ela Twitter里面 这些内容 有没有 就整个直接带进来 所以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因为你就不用重新 排版一次嘛 对不对 方便很多 好 你就自己开一个新的 好不好 空白的 专案 那丢一个 Ela Twitter的档案进去 丢我们的那个 Ela Twitter的档案进去 去体验看看 他所给你的 那个选项 现在你会 汇进去了 我们要往前推 什么叫往前推呢 Ela Twitter的 图档的管理 你要先知道 为什么要特别 讲这件事情 来 我开一个 空白的 我先问一下各位 你们在Ela Twitter 跟Photoshop 有没有感觉到 他图层的管理方式 有一点点不一样 什么叫不一样 来 如果我在 这里 我增加一个矩形 我在这边又增加了一个 好 这个 多边形 请问 我们左手边图层 现在是几个 是不是就只有一个 它是在 图层1里面 有不同的路径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们是在Photoshop 请问这样会有几个图层 是不是两个图层 对不对 不一样 所以说 你如果用这样的方式进去 他会有一个问题 我们进到AE之后 这两个物件 会合并成一个 这样了解吗 因为他只有一个图层 你来看一下我刚刚给大家看的 伊拉崔特 你有没有感觉 我很认真的把每个物件都独立成一个图层 所以如果你要使用向量的这个档案 麻烦你 把你要做动画的 要做独立图层的 要把它独立出来 除非你像这样 比如说天空跟云 那我不做怎么样 动画嘛 我就当背景来用 我就把它合在一起 没关系 可是其他的 就要麻烦你 认真一点 跟我一样 有没有 开一个 空白的图层 你再把你要的东西放过去 这样会不会 我想伊拉崔特这个 你应该常常做 应该是没问题的 只是说他跟Photoshop不一样 所以 你一定要留意一下 不然你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丢进去之后 感觉起来 全部东西都合在一起 好那第二个 你在这边很认真的命名之后 你看我们进到这边来 有没有感觉这边的名称跟他也都一模一样 跟Photoshop一样 你 刚开始我是蛮鼓励大家 你就用中文就好 除非 你未来 这个图层 要写程式 因为在A里面也可以写程式 我们就比较建议那个 图层 可以的话就 不要用中文 不然如果你只是一般的 图层 其实用中文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了不了解 所以 我们刚刚把他颠倒过来讲 你先 有这个档案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做图层的管理 管理完我们再怎么样 是汇到里面去 汇进去的时候就像刚刚一样 这个是Photoshop的那个 选项 但是如果是伊拉崔特这个选项 会有点不一样 对不对 新版本又 都长得不一样 这个是比较讨厌的 因为 以前的版本 以前的版本 长的图是这样子 他的顺序不一样 那现在的版本是直接把你 绣在下面 有没有发现 洗洗以后的版本 洗洗以后版本 变成是在下面去选 这样清楚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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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